所有的人都该臣服于我 而我就是这间 谢谢您赐予我天启的力量 熊出墨本想借天女之力击杀宁缺 却不想这浩天神灰烬降落于宁缺身上 只因他忘却了 桑桑本就是宁缺的本命物 我有一马刀保护桑桑睡得好 桑桑我知道是你的力量 熊出墨此刻已开始全身发颤 浩天之下万物皆为蝼蚁 火不其然 伴随宁缺一道念进事出 这人间的清风瞬间变得爆裂 场中站立的西灵神观直接化作一片灰烬 熊出墨又一次的废去全身修为 居然利用本命关系 借助我的力量 休息 书院要做的就是算天 我们的计划就是在 我赌你还记得 我赌你不敢让我靠近 因为你就是我的本命物 宁缺一番言语彻底将天女激怒 既然你要与天动 我便让你痛不欲生 就看天女缓缓举起右手 一道气势磅礴的浩天之力纵横天地之间 只见一道无尽神灰落下 笼罩于祭台上的陈皮皮 众人本想上前搭救 却不想被这一道神灰震开 不过片刻 陈皮皮身上便开始被灼烧 待到陈皮皮燃烧殆尽 轰往神国之门将重新开启 而天女便能重归于天 正当众人不知所措之际 天空中忽然出现一轮明月 一场瓢泊大雨倾盆落下 洗去了桃山上的怨怒与尘埃 想不到夫子登天化月 竟依旧能以人间之力进化人间 带到风亭与萧天放晴 有一些事情也该开始清算 看着地上奄奄一息的熊出没 宁缺告诉叶红鱼 那日在光明神殿 你所遭遇那噩梦般的屈辱 都是你敬重的掌教熊出没 叶红鱼这才明白 为何当日鱼连没有直接将熊出没击杀 而是说一切都在书院计划 只因为有如此 自己才有理由离开西陵 重寻道心 裁决大神怪 你应该明白 这一切都是书院的名模 他们就是要分立西陵 你千万要守住你的道心 无耻 你也配提道心二死 叶红鱼说罢便拔出手中长剑 一剑斩落身后几名神官 又转身挥向熊出没咽喉 哪只长剑将至 一道白光闪落 直接将叶红鱼震腿 除了我任何人都能动 这不公平 上天不给我公道 我就自己逃 叶红鱼说罢就挥手情趣 熊出没本想反抗 却不想叶红鱼早已将精线埋藏于身 只要身体接触必死无疑 可就看这罐主撕下一夜天书随手一挥 天书落字卷 一落惊天下 饶式叶红鱼也想不明白 冠主明明是自己师父 却黑白不分 动用天书 谈何正道 当即心灰意冷 一跃纵下桃山 而另一边 宁缺也来到了光明神殿寻找桑桑 尽管桑桑一直在其身边 可毕竟只是天女的一缕神魂 当她看到神殿正中的天女 她知道 虽然眼前之人一身洁白 可她就是桑桑 宁缺开始回忆诉说两人的过往 自己从死人堆中找到还是婴儿的桑桑 此后两人相依为命 从明山到魏城 再到都城的老笔斋 天女才懒得听宁缺废话 重重一掌将其直接震飞出去 可宁缺哪里肯罢休 任凭天女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其肉身 她也要将自己一肚子钟情诉出 毕竟 桑桑是自己的女人 早在那热海湖畔 三寸入天 情定终生 方才一言让天女恼羞成怒 衣袖挥出 断其三寸 疼痛席卷全身 宁缺直接晕绝过去 幸好身边还有桑桑 用耗天之力恢复了宁缺的伤势 醒过来的宁缺这才感到一阵后怕 可饶是如此 宁缺依旧不愿放弃 每日侍奉天女左右 替其洗衣做饭 沐浴更衣 宁缺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那日的画面 天女的心中竟产生了一丝动摇 这才将事情真相说出 原来这一切都是天女故意涉局 其目的只为引出夫子将她杀之 而宁缺所走的每一步 都在自己的棋局之中 得知真相的宁缺瞬间无法接受 竟选择从西陵悬崖一跃而下 可天女怎会让宁缺这般死去 两人生命早已关联 待宁缺醒来 发现自己正躺在天女的怀中 不用那种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法子 我怎么把你带出光明天 跟我走 去哪儿 以前这些事不都是你来决定的吗 这次听你的 去看看你的人间 好 走